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好朋友来到谷海大丈夫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永成国际投顾陈建成分析师 建设长老师好 天心好 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恭喜恭喜恭喜巴菲特 股票没有涨跌问题 只有能报不能报的问题 报警报好来 礼拜一亮灯涨停板 今天不过礼拜四 一个不小心又亮灯涨停板了 老师 这一个礼拜就送出两根涨停板 精彩 今天好像还没有涨停 精彩 差一咪咪啦 差一咪咪啦 差一咪咪两根涨停板 吃你一点豆腐好不好 之前7%的时候就是涨停板的 所以它这个价格如果是用 用以前7%的话 它已经 重点它今天已经来到140了 来精彩喔 140了 你不是 你如果没有每天追踪我节目 你就不觉得说它有多威 对不对 重点是这个时候 谁在跟你讲精彩 对呀 有没有 电子骨都已经怎么样 惨绝人环乐 来来来来 巴菲特班的好朋友看过来 是 我让你抱这段时间了 你也就屈指了 没有长跌问题 只有你抱不能抱 我让你抱这段时间 你很屈指对不对 抱好来 一句话 我让你抱这段时间 突然就喷出一根了 是不是 有 有 后来呢 乌尔战争地空 再打回来 有没有 打回来一次 我没有叫你走 继续抱 没有耶 抱好来 我不但没叫你走怎么样 后来 我们巴菲特班本来额满 对 后来我们不是加开 有 我进来之后就给两天 对 我说只给你两天 对 你要你赶快来 有人就手脚快了 进来了 来了 精彩在进去 这边 这边我们都有让你加码到 对不对 我们都有让你加码到 因为老师看好 好 来 这个礼拜就两根假评了 在巴菲特班 你在年前我让你布局三档 对不对 对 那时候三档华金科先喷出来 过完年华金科 强帽喷出来 都喷了 就是这一档精彩没有喷 喷了一点 所以那一档我们都没公开 对 有没有 我都没说嘛 对 但是呢 后来 我推巴菲特班的时候 我怎么跟各位讲的 我们就三档 我说 我们这是给你开一整年的 亚马逊世界首富 对 的 那个亚马逊总裁 贝佐斯 世界首富 对 因为他现在已经把 巴菲特 KO掉了 对 他已经把巴爷爷KO掉 对 虽然他把巴爷爷KO掉 可是在几年前 他还不是世界首富的时候 他还是很尊敬巴爷爷 对 他就 去请义 对 他就请教巴爷爷说 巴爷爷为什么 对 你可以变成首富 对 好 那你的道理这么简单 对不对 为什么都没有人愿意 能够做到 能够做到 能够做到呢 对 巴菲特就很简单回他 没有人愿意接受 慢慢变富 对 就这么简单 好来 就这么简单 那段时间精才 我们都一直没在动 对 都没在动 对 就跟三个月的金拓科 都没在动 对 三个月后就给你长一倍 是 是 来 一样啊 这段时间没在动 我们三头斜照 却相迎 就给他放着 对不对 抱好抱来 不要动 巴菲特就是要慢慢变富 你那时候愿意接受慢慢变富的人 你都来参加我巴菲特班 是 对不对 你参加了 好 我也用一整年很便宜的费 会期给你进来 因为我们也不太常操作 对不对 就是让你赚一整年吗 对不对 这段时间多少人 有的人也许 这什么分析师 对不对 都不动的 我说 左轰右轰 误入此门 对不对 请走他路 对不对 你不习惯报股票的人 不习惯报股票的人 转台 对不对 我说 左右台都有 其他的 很会 很厉害的分析师 来我买这边 卖这边买这边 每天拿出来觉得说 你看这支股票 我买这边买这边 我看我带你做好几趟 好几趟 对不对 但重点是 只要你愿意先相信健身老师 不用好几趟 一趟可以赚到保就好了 那么多趟干嘛 两步移心坚定 你有本事创为5、60块 你就是报到300块 对不对 赚到保就好了 相信老师 就算不到300 赚到150也可以 对不对 真的不要左轰右轰 我自己 有时候都会犯这个毛病 所以我常常我也提醒我自己 对不对 像最近的行情 常常一上去就下 一上去就下来 对不对 一上去就下来 这一档上去 你真的给它在那边卖掉 下来你接回来一趟 恭喜你 对不对 这一趟再上去 你想说会不会跟一样 再下来一次 对不对 你再卖掉结果它上去了 而且连两根 这一个礼拜 礼拜一 今天礼拜四 礼拜一一根 对 今天再一根 一百四十块 这三天 这两天 礼拜二礼拜三 它没什么涨 对 在洗盘的时候 投信持续埋进 为什么在那边要洗盘 因为你看嘛 你过来嘛 上面就是怎么样 乌云造顶 对啊 那洗很正常啊 对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的一篇心法一 我的第一篇心法叫做 长期累积财富的至胜秘诀 嗯哼 你要这一篇你来跟我 你来跟我 加赖来 你加赖来要 你来要我就给你 好 我的心法好几篇啊 很好用 对不对一二十篇啊 我不知道明年我要准备出书了 对不对 很好用 为什么我现在到现在我不随便出书 市面上一堆教你技术分析的 一大堆书 对不对 泱泱沙沙一堆你买到一本 我说你都不用买 我明年我出了你买我的 因为什么 我的心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说真的 你可以当传家宝啊 我就跟你讲 在古海江湖 在武林里面 对不对 你要成为武林高手 绝对不是 三两招 绝对不是怎么样 到处去学武功秘籍 对啊 最后都怎么样 你一定要自成一派 没错 一定要创造自己的一派武功 独门 独门绝学 对不对 老是用别人的 再怎么样 那都是还是别人的 对啊 你没有办法学到精髓啊 我说在那一篇里面我讲什么 我说当大盘 当股票从底部开始往上反攻的时候 就好像攻三头 对不对 攻三头 我还用说 我们以前在当预官 一定要去入军官校报到 有没有 那因为你要做排长之前 还是要先给人家操一下 对不对 所以有一刻就叫攻三头 你看我节目了 你是军官的 你在入军官校带过你就知道 后面那个三头 对不对 在攻三头的时候累了之后 你有办法一次上去吗 没办法 所以常常进二推一 我们前两天也在讲 进二推一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一波 指数也是 精彩是不是 对 有没有上去 退两步再上 上礼拜的 再生人员也是这样啊 来今天再生人员再跌对不对 你有没有去砍了 对耶 上礼拜的 前两天追高 你今天有没有去砍了 是 今天的资金整个往电子回来 他就被砍了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嘛 你们都喜欢做短线嘛 你看他在进二 退一的时候你就砍了 因为今天电子涨啊 大家就赶快把再生人员砍了 那再回来追电子啊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那等到电子涨两三天 你要怎么样 对不对 你被你砍掉了 再生人员再涨上去 然后你再 你再去砍你的电子嘛 那你永远慢我一步 而且你永远赚不了大气 对不对 你永远慢我一步嘛 你永远在帮我会员抬轿嘛 对不对 我说金二推像攻三头嘛 攻三头你从山底下 拿着步枪 背得那么重的专备 你是往上 人家是往下打你 你没有办法一次攻上去 有没有 同样他往上 一堆套牢的 你没有办法一次攻上去 所以你要休息一下 懂 对不对 干嘛 休息下来 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休息下来等那个小蜜蜂 有没有 跑过来啊 当兵人才知道小蜜蜂啊 对 小蜜蜂就是 小蜜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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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想有没有很甜 听起来好有趣喔 对 当下很苦对不对 对 回过头来 可是你会发现在攻三头的时候是非常苦 被插到很苦 大太阳底下 对 可是你会发现最甜蜜的那一刻就是 你可以有小蜜蜂 有蜜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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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原因是因为你前面你有苦过 你熬过了 是因为有熬过 对 所以那一段有凉水给你喝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甜 对 人生就是这样 也是喔 我跟你讲你不要看我只讲股票 是 为什么我跟其他分析师不一样是因为 我有人生历练 对 我可以讲出多数分析师讲不出来的话 真的 就是因为你熬过 所以当你休息 对不对 你享受到那个 卓越人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特别甜 因为你熬过 我跟你讲没有熬过人讲不出这些东西 真的 同样股票一样嘛 亲爱的 好股票是熬出来的 亲爱的我们班上的同学 巴菲特班的 巴菲特班的 赚出来 这段给你熬过来的 恭喜你 你今天你赚到这一根的时候 你爽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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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礼拜赚两根 你爽不爽 特兴奋 你现在知道股票是能报不能报 对 不是涨跌的问题 没错 有没有 巴菲特班 你愿意相信老师 梁不宜心坚定 等风起看天明 今天亮灯涨停 恭喜发财 没有涨停啦 你是讲涨停 对啊 因为他真的就要碰差点碰涨停 好了 这个礼拜 今天已经来到140块 140啰 亲爱的好朋友 来 投信连买三天 再来一次 好 来亲爱的 我说我们的操盘方式是什么 大老鹰操盘法 对不对 展开翅膀 对不对 大老鹰怎么飞 我说展开翅膀嘛 对 预风而上 等风来对不对 等风来什么都不用做 有人在帮你抬轿 来这三天是我们会员自己买上去的吗 不是嘛 对不对 风来了嘛 对不对 不是嘛 我就跟你讲我们不是那一种 台面上叫会员去拉股票 对不对 然后呢分析师结合主力 会员买进来 自己怎么样 偷偷下车 自己先买好 然后叫会员coaching发出去 把他拉上来 然后怎么样 分析师跟外面的主力挂钩 然后把货倒给会员 我不重人 我顶多是看不准 但我觉得不会做这种事 好吗 但是老师的胜率 那左台右台 你转过去了 有没有这种分析师 我不知道 你自己去查证 查到就是你的 好吗 三天 嘿 轻松愉快 为什么投信要来帮我抬轿 我有这么厉害吗 人家看好 对不对 看好啊 我后台有这么硬吗 我买进去 就把 然后那个投信就来抬三根 所以你要跟什么样分析师 你要让人家帮你抬轿的啊 对不对 嗯哼 后面风会跟着来的 这样的股票 才是你能够抱好来 抱起来 而且让你赚得到的股票 好 那这是去实际上 来 再来 我说不了 还有 昨天是不是给你 揭开 再生能源 揭开 某某 哦 投信操作的内幕 有没有 所以老师讲了很多 那不能说的秘密嘛 来 强帽 强帽 昨天老师把人家 什么什么投信 什么什么投信 都讲出来了 安插什么啊 群插什么 主啊 4%了 对 有没有 84.2% 到现在还看不出 有要往下杀 看不出来 看起来很稳啊 前两天拉上来就被杀 对不对 很惨啊 前两天拉起来就被杀 谁在杀 自己看 谁在杀 有没有 我告诉你 我昨天我是不是 昨天直接大公开门 我昨天我是冒着生命危险 对啊 把人家什么什么都点出来 直接把拿几党基金再杀的 对啊 点出来 都给你点出来有没有 对啊 来 回去我老婆还 脸色很不好看的 你怎么可以都讲出来了 因为老婆是在投信上班的嘛 对不对 但是不是那家投信啊 OK 为什么我可以这么了解 投信的操作 因为我看投信的操作 我已经看20年了 我已经看20年了 什么投信的股票能跟 什么投信的股票你不能跟 老师把人家底细都摸透透了 你知道吗 很清楚 其实这也不是说什么啦 就是说基本上你观察久了 就大概知道 对不对 什么投信他买的股票 有些投信他就很恶劣啊 他就特别会坑杀投资人啊 对不对 那我前一阵子我不是跟你爆料吗 对不对 后来不是后来有一些夜路走多了 总是遇到鬼嘛 最后就怎么样 不是 饶退基金拿去 有没有 跟主力挂钩 最后怎么样被关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啊不是我关他耶 我就说夜路走多了嘛 你敢做 你敢做就不要怕人家知道 你敢做你就不要怕被我拿出来这边 直接 直接 点名 直接大公开 直接拿出来 直接拿出来 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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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应该 不是 是冒生命危险直接大公开 你看喔 我昨天跟你讲为什么去砍他 当初这一档强冒 谁买上去的 就他们买上去嘛 可是现在为什么下来 当然是他砍下来 你以为你赏户你有本事砍股票吗 你会砍通行就是怎么样 股票再跌国际大利工你会砍 你会怕嘛 但是 散户在怎么砍 如果阻力不出 不会砍得这么凶 但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 投信在砍 谁在买 外资在买耶 在跟投信对坐了耶 对不对 那是谁在买 那为什么投信在都已经从 从100都掉到80 他还要继续砍呢 为什么 我已经跟你讲过 有苦难言嘛 对不对 我讲过有可能是换经理人 是 有可能什么 因为我就说有可能换了经理人 对 大家觉得换一个经理人 可能绩效不会像之前那个经理人 那么好了 再加上这一季怎么样 利空不断 那么多 对不对 又或者对不对 可能那一档基金 有可能经理人超太好了 他想获利了 对不对 然后呢 经理人走了 搞不好这些金主想要跟他走 都有可能啊 我讲的都是可能喔 可能喔 我们有讲一定喔 对不对 你不要抓到有病 然后把我抓去关喔 可能 可能喔 所以我们做股票 我们会预设很多种情况 懂 对不对 你要怎么样 领先布局嘛 是 我就说这就是一个赛局啊 你要去想啊 所以我来讲 做股票你要有想法 懂 那他们是逼不得已杀 你有需要跟他们杀吗 你看这边在杀的时候 谁在跟你三头斜照 却相赢 你看到不 有啊 老师直接公开告诉我 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 看到了 他在杀 有人跟我们一样喔 对不对 喜欢三头斜照 却相赢 来 昨天买这买几张 1837张 今天的股价 请问 你在看 你在看 这个4月19号 775张 我们现在就带你看 我讲做股票真的很简单啊 来请你看一下 对老师来说 做股票真的很简单啦 我们告诉你说 我们告诉说 你不要乱砍股票 对 因为你有时候一砍成 一根藏红 他就超过你砍掉的价格 对 对不对 之前跟你比这边 这边这边有没有 砍下来盘整 一根藏红就吃掉 前面好几根黑K 就好像刚刚那一挡金拓科一样 对不对 刚刚清财 刚那一挡清财 对不起 好来 请看一下喔 前面两天 有没有 有 我这边站过来 你看一下喔 前面两天 对不对 来 这一根 你前面两天杀的人 今天这一根 你现在的价格 都比 都比你前面两天杀的人 还要高 还要高 换句话说 我要再回来给你比对一下 好 我跟你说喔 有人看我的节目 只有说 老师看你节目非常精彩 好像要看八点档 对啊 因为你每天爆料不断 不只爆料不断 我每次都可以带你看到一个新的 视野 不同的观点 懂吗 我说喔 跟着蜜蜂 找花朵 找花朵 跟着餐饮 找厕所 你要跟的人是可以拓展你视野的 对 怎么样 不是怎么样 只会让你人生更惨的 对不对 没错 这段时间股市这么差 我们有没有叫你风雨生信心 是啊 不要乱砍股票 有没有 我们在风雨中一样优雅自在的跳舞啊 我说你在你人生生活 就是要学习在风暴中跳舞 你虽然被套 但是你还是在里面要持续怎么样 有可以操作 你还是要继续操作 对 对不对 大钱赚不到 小钱继续赚 有没有 等到有一天行情大来的时候 你的小钱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不晓得把你累积多少钱出来了 你的大钱被套 你的大钱怎么样 最后也解套 你最后怎么样 完胜 是啊 懂吗 对 股票报好报警来 好股票老师帮你选好来 精彩这个礼拜 你看已经涨到140了 外资770几张 昨天1800张 有 连着两天 200 2600张 2600张 对不对 投信还在砍 有没有 投信这两天砍掉多少张 哇 一算刚好一万张 你请 请你看一下 投信这两天砍掉的一万张 跑去哪了 如果他不是去买股票 等着现金放 那请问 这一万张 今天涨四块 那多少钱 你告诉我多少钱 你要不要算一算 一万张 一块钱是一亿 一万张一块钱是一亿 今天涨四块 光投信这两天的操作 他的基金 他的基金就让投资人少赚四亿 四个亿 不是你的钱啊 所有砍就砍啊 天哪 你看到没 看到了 一万张是一亿喔 一万张一块就是一亿 来 是 但投资朋友你知道吗 那你在看外资这两天 这两天减的 嗯 对不对 2500张 是 四分之一 也是一亿 刚好是一亿 因为涨四块 对 刚好涨四块 一亿 这两天外资 这2500张 涨四块 他正好 一亿 一个亿 所以说啊 你看不懂 老师解释给你听 让你明白当中的玄机啊 好 昨天还特别讲的强貌喔 昨天还人家一直在砍一直砍喔 就今天的强貌上去了 老师能说的尽量说啦 我们节目是股市大爆料 这段时间 我一直告诉你 不要去砍股票 我说电子股 已经到全雷达挥棒区了 甜蜜区都到了 对不对 好 你这时候 我记不记得我在之前跟你讲 如果你有全雷打可以打 对 你不要打一雷二雷三雷就好 对不对 如果你有全雷打可以打 你不要只打一雷二雷三雷就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精彩 好 我要再跟你讲一次 好 为什么 你们听得懂什么意思叫做说 如果你有全雷打可以打 你不要打一雷二雷三雷就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精彩你在这边布局 好 你如果够厉害这边买了 卖掉你再买回来 嗯 可是如果你只赚这一段 你就没做了 嗯 那你就是怎么样 一雷 嗯 你只打一雷 嗯 对不对 给你抱到这边 二雷 嗯哼 你打你二雷 对 有没有 来 给你抱到这边 漂亮 三雷 好 好不好 你今天出掉了 三雷啊 那只剩下最后一段了嘛 嘿 对不对 你有没有人今天听了我的精彩之后 你现在要跳进去 嗯哼 我们准备怎么样 跑回本雷喔 哦 哦 一雷 二雷 三雷嘛 是 我准备跑回本雷了 嘿 你才怎么样 你这时候才要准备挥棒 准备 对你差了人家多少了 你这时候才准备挥棒 嗯 你 球棒吗 对不对 你现在准备挥棒 你不怕怎么样 被三阵出局吗 哈哈哈 老师球棒都准备好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嗯哼 来 来 球棒都出来了 你买在这边 嗯 你到这边 你打一雷 对不对 对 你抱到这儿你打二雷 对不对 抱到今天 下车 对 三雷 好 接下来要准备 接下来 嗯 那我们准备挥全雷打了 对啊 老师的训练都准备好了 预备备了 所以我来讲喔 如果你有全雷打可以打 你不要就只打一雷二雷三雷 对 好 我们都准备要挥全雷打了 我们都已经跑到三雷了 嘿 对不对 准备要跑回本雷了 有人现在才进来 老师没关系 我跑一雷就好了 我跟 对不对 我看了你节目跟你跑一雷就好了 嘿嘿嘿 何必咧 你明明可以打全雷打的 我又为什么直跑 那万一 万一我跑到本雷那边准备要封杀我 我先跑回三雷怎么办 对 那你不是挂了吗 对不对 就创为啊 我不这样讲吗 对 所以说亲爱的好朋友 你永远不知道明明 这张太神奇 这张太神奇 这张真的太神奇了 每次这张出来 国父都会显零啊 我是不是上礼拜 上礼拜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来 破万七那天我才印象深刻 每次拿这张出来的时候 国父就显零了 我们还哭着说 应该把这张换成什么 联准会 对 每一个联准会 几巨头都给他放上去 对不对 几巨头给他放上去 拜托 国父再去给他托梦一下 显零一下好不好 才一托完 真的救台股了 就直叠了 是不是 每次只要国父一出现 真的出来救台股 这张很有用 这张很有用 超好用 我都还记得那天就是破万七 有没有 一万六千多那一天 你以为要推翻满清 有那么容易吗 十一次革命 对啊 所以 国父真的是很拼你知道吗 现在他是在拼命的 在做什么 救台股 现在还要接受我们的指令去托梦 真的 来护盘 之前他是要救什么 救我们全世界 去跟普丁两个人对战 然后奋斗 哭手一下 来 精彩做什么 这大家就关心啦 他是台积电供应链 3D感测跟晶圆的封装厂 对不对 封装 手机营收季减9.3% 年减20.9% 为什么低季减 主要是因为智慧型手机的销售动能放缓 OK 那因为新的疫情呢 它加快什么 电动车自驾车的数位转型趋势 影像感测原件的需求要开始进入高成长 高成长 我们告诉你 又是车用啊 对 所以我说智慧手机钓这一块 会被车用给弥补 没错 好吗 那因为台积电它要扩大 台湾 南京 日本等地的投资 对不对 好 那跟精彩 彩域要怎么样 合作打造CMOS的影像感测供应链 产业面让你稍微了解一下 最主要是这个周末 董事会通过资本预算 要投入25亿 扩大长半大楼 那投入25亿它表示要增加怎么样 新的封测设备嘛 扩大产能嘛 好 那预计怎么样 今年的5月到明年的9月 要投入780万美金 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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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这个东西老师在1月就知道吗 我们 我当然不知道啊 所以说啦 是不是 我当然不知道啊 你觉得老师1月份会看到这个东西吗 就算知道也不能说知道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啦 真的 但是你看现在今天大涨了 涨到140了 新闻出来了 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说 可是我是要告诉你说 嘿 我一直跟你讲我们的选股 我一直跟你讲 就算你会期过了 你不要担心 老师选的好股票 我们带你买股票你就是抱着 我真的 因为你们有的人预算有限 没有办法参加比较长的会期 那我们给你短的会期 像小鹰班那都是三个月三个月 小鹰班的 如果你还在看我节目 你会期已经到了 我们给你那些股票 你就抱好抱劳 你说抱好抱劳 对 当初金拓科 我们也有会员已经到期了 对不对 你不愿意续约 你不愿意续约 有很多种原因 这我们也不愿意去追究了 但是如果你抱好 但是你能够抱 时间到 你就会知道我们选股功力 风来了就不一样了 两年前的天狱 金拓 两年前的天狱 敦泰也到了 对不对 会期也到了 是 从三十块带你布局到后面 多少 有没有 对啊 好 在三年前ABF载板 南店星星都四五十块 几十块而已 四五十块而已 那时候我就带你做了 那时候我在别家投股 对啊 对啊 你抱好到现在十倍啊 对啊 五百块的耶 好来 所以 你不要听我说 那都很久以前了 我跟你讲不是 我那时候的选股 那时候没有人在讲 ABF载板的时候 有图有真相 是 你不相信 这一个礼拜的 线上演讲会 我都有拿出来分享 你去 还没报名参加 赶快来报名参加 对 你直接打电话 好 精彩的基本面我让你知道了 好 我们再来 老师看最后一个 你要不要拥有 下一档精彩 精彩二 精彩一 精彩二 你要不要 当然 你要不要 我知道老师手上线都握有好球了 这礼拜 我们启动了大老鹰班 对不对 来参加 分享会 分享会了 我们已经礼拜一开始 陆陆续在进场 都进场 今天 今天 前两天我们还在 还在观察 对不对 但今天我们直接怎么样 进场 三件齐发儿 我想 告诉你好球都在身上 大老鹰班的同学 今天你都有收到指令 如果你已经报名大老鹰班 但是你没收到指令 赶快跟你的服务人员联络 你现在去先打电话 问一下 赶快跟你的服务人员联络 这三件是哪三件 老师准备了好球 这三件是哪三件 大老鹰班的 你其他班别的你想知道 那麻烦你问你自己的会员 好吗 那我们这个是只有 你的服务人员 因为我们这针对大老鹰班 如果多的资金你想知道 那麻烦你问你的服务人员 OK 好 分享会老师都 已经把题材都讲清楚了 然后呢 你已经参加了我清代了 你也不要来问了 我带你做的股票 好精彩了吧 我有带你做的股票 都已经有了 好吗 我们的资金不是乱枪打鸟 所以原本带你买的 你就报好就对了 好不好 好清楚明白 所以分享会老师 会给你的绝对比你想像的都更多 题材个股都有 来台积电 最后一则新闻了 台积电二奈米 宝山建厂启动 老师你们家最近有没有塞车 进出货车 我是不是告诉你 我说他们又在征收一块地了 有没有 其实那也是我之前清代会员跟我讲的 对吧 他们家祖坟都被征收了 祖坟都被征收了 这没有什么奇怪 清大后面 清大后面本来也是一片 一片那个 对不对你也知道 整个都被征收走了 对啊 对啊 现在还盖住宅大楼 对啊你不知道而已 那科技新鬼不知道而已 对啊 你现在清大南门后面那一片重画区 曾经 也都是坟墓区 不是啦 就是那一片是 祖先门的家 对祖先门的家 你只要会讲话 糟糕 所以 来二奈米 对 我就说我们家 我们家现在已经都被台积电包围了 你知道吗 他那个厂 一个厂一直往我们家 一直往我们家盖过来 你知道吗 我就说老师家竟然会塞车 三奈米二奈米 然后一直往前进 你看 新厂一直扩增 宝山多好的名字 对不对 真的 露宝山 岂可空手而回 当然是要让你赚到经营来的 你既然看我们的节目 你怎么能不赚钱呢 当然 所以还没赚钱的人 赶快 25429977 不要每次都 我都已经挥到三壘了 我们都跑到三壘了 你才要上来 全新的好球 全新的大老鹰 线上分享会 好朋友不要再错过了 25429977 电话直接拨通 直接来跟上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谢谢甜心 谢谢各位 让我古海大商部陈建成 带你富贵 穩中求 欢迎加入永成国际投股 陈建成分析师 古海涛金的行列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